非常乐意接受配合调查 希望能够还给基隆市政府一个公道 东岸广场产权纠纷持续延烧 基隆市长谢国良再度亲上火线 市政府以8亿4千万买来的国有地 东岸商场的全部产权 属于基隆市政府所有 话讲完联邦赶往基隆地检署 以市府代表人身份出庭应讯 因为1月底点交前进 明明和NES主副公司谈不成共事 基隆市府却在2月1号凌晨 只是超过40多名警力强制接管商场 被主副公司以强盗 怯占 强制毁损等多项罪名告发 他其实不要一直去扭曲 这个问题的一个焦点 夜床的这个商场才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 轩然大破 被冠上一个所谓的强盗市长 这样子的一个称号 我想他应该去讲清楚说明白 有发现公告遭撕毁的情形 因此他有跟本府办公室及警察局提出 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行政的协助 和内政部长林又昌隔空互告 两人恩怨不止东岸广场争议 日前谢国良不满林又昌指控他吸毒 喊话提购林又昌反呛根本莫名其妙 很奇怪他还有市府的发言人是不是听不懂 或者是听不清楚我讲的话 觉得真的是还蛮莫名其妙 然后他要去告我想就尊重他 林又昌的一些问题 那也跟今天的主题没有关系 所以我不想也不会来回答 产权争议演变成政治角力 双方互不相绕 想平息纠纷 恐怕还有得等 进行文众